郭安 我先去拿药 闻天忆 你家好冷清啊 一点烟火气都没有 刚回国没多久 没来还接收拾 再说 工作这么多 回来只是睡觉 可这必须是家 得有家的样子吧 都没人照顾你的嘛 你这个鞋怎么结啊 我来吧 可能会有点疼 有点疼是多疼啊 这哪里是有点疼啊 接吧 转移一下注意力 喂 喂 小三大 喂 妹妹丽 怎么了 你跟唐欣又吵架了 别推他 我在看韩剧呢 太感人了 别乱动 什么声音 没事 我踢到沙发了 你一定要去看这个韩剧 太虐了 我要给这个编剧寄刀片 摄影你在叫吗 小灿灿 你在和谁在一起啊 妹妹丽 我还有事忙 先挂了 拜拜 拜拜 再忍一下 好了 天爷 我看到你书架上有相册就拿来看一下 没事 家常面饭 如果不好吃的话 请多包涵 你在美国也是自己做饭 还好我高中就会做饭 到了外面 不至于太手忙脚乱 国外的餐厅特别少 又贵 再加上去超市买材料也买不全 吃饭都是应付 这个人是你朋友吗 我看好多相册里都有他 他是我室友 也是中国人 现在在硅谷上班 记得我们刚到美国 我和他一起去纽约玩 到了中午饿了 就进了唐人街吃饭 当时我们先拿的是中文菜单碟菜 后来吃了一半才发现 还有一张英文菜单 两张菜单 中文菜单上的全是大菜又贵 全是什么牛腩堡 海鲜堡之类的 英文菜单上全是 盖饭这样的便宜菜 这也太黑了吧 原来觉得 国外的月亮又大又圆 但其实也更冷 更孤独 天爷 你放盘子里吧 我待会儿吃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快吃吧 粥都凉了 要不要吃 我更不要吃 不要吃 你会也吃 一口好 在这里 我不能吃 这水 不想吃 最好 今时有点 我认识 我认识 帮你去卧室 不用 我喜欢睡这儿 我想睡沙发 快点 真不用 哪有让女生睡沙发的 我已经够麻烦你了 反正我不睡沙发 我就喜欢睡沙发 床单我已经给你换新的了 你要是困了我扶你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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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电视里会这么演 纽约这么大 想遇到一个人太难了 我前段时间去美国出差 顺便去了趟纽约 很多地方都变了 我前段时间也去了趟美国 什么时候 七月八号 旧金山 那天我也在 陆北大夫 这儿全是 我们不是搞事吗 我抹茶之事 你们呢 一杯咖啡 陶雅婷 你不是吧 出来聚过会还工作 你别管他了 他一天忙得要死 不是开会就是开庭 人家把他约出来就不错了 今天是周末 马上就来电话了 喂 你好 好的 稍等 一会儿给您发过来 我这个月还好 刚记了两个案子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小莎莎 你喝什么 我喝那奶茶吧 醋还是不吧 不吧吧 反正你喝了也没什么用 服务员 就这些吗 是 好的 请稍等 小莎莎 你今天把我们叫过来 是有什么事要公布吗 什么事 当然是和林佳泽的好事了 老实交代 他是不是给你表白了 没有 没有 那你昨晚在干吗 昨晚 昨晚我跟他打电话 小灿灿 你别乱说 所以 这才是你今天约我们出来的原因 还有 咱先回一会儿 小灿灿的手机 我这样的不知道 你可能把你的手机 打在干什么 你能把手机交给你 这么快 咱们找到 你找到我 他要找到我 你找到我 我找到你 都要找到我 他则和蓝天野之间徘徊 不知道选谁 那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 觉得这一切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蓝天野 我不知道如果错过他的话 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结局会不会像之前一样 根据科学家统计 分手又复合的群里百分之九十 都会再次分手的 哪个科学家统计的 不管哪个科学家 反正是有依据的 灿灿 你心里还有蓝天野 对吗 既然你心里还有他 为什么不勇敢地去尝试一下呢 我不知道 尝试 也未必是件坏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以前不是反对声音最大的那个吗 也许尝试过后才更加清楚 两个人不合适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和唐心意在一起这么多年 住在一起后才发现 有很多事情跟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比如 比如 你们试过以后才知道 那你跟唐心意合适吗 大概是 越来越合适 没美丽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我这儿撒狗粮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 认真考虑一下林家泽 毕竟他等了你这么多年 比起一个突然出现的蓝天野 林家泽的心意更可贵啊 如果参参有这个打算的话 这三年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现在也不迟啊 阿泽哥都等了他那么多年了 真正的爱情不需要等待 我倒是觉得 女孩应该选择一个 更爱自己的那个人 这样会比较容易幸福 爱情需要喜欢 但是在一起更需要包容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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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婷 之前怎么都没有碰到过你 今天下班早 本来打算打车回家的 刚才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了 反正也好久没坐过车了 看来我很荣幸 今天中午刚见过参参和美丽 现在就遇到你了 参参对你过得怎么样 挺好吧 她最近工作还不错 和DOS唱片有个合作 DOS唱片 缘分这东西 说起来挺奇怪的 参参和天野这么多年 兜兜转转的 最后还是走到一起了 这次 得罪到一起了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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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蹭蹭 蓝天眼 你在家吗 我电脑是不是拉你那儿了 对 我忘了告诉你了 你现在方便吗 我找你过来拿 你在哪儿啊 我早没出门呢 等着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 正好 我从公司回家 车路 地址 幼住小区五号楼102 十分钟之后 在小区楼下等我 谢谢 怎么了 完了 作者跑了 你别急 现在还差什么 一个关于数字音乐网站的介绍 几个版面 一个半 我硕士答辩的课题 跟数字音乐有关 我整理资料 你搭框架 我们一起把它看出来 愣着干吗 相信我 要是 开发 又 Cairo 几个礼法 嗯 你讨厌了 嗯 想吃什么 有泡面吗 有啊 想吃什么味道的 嗯 红烧的吧 等着 我来看看有什么 我可以帮忙吗 有 什么 先把手洗吧 那我做什么 等着吃吧 好吃吗 还要吗 资料都整好了 那你会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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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 佳子 怎么样怎么样 主编看了没 下页了吗 谢天谢地 好消息 好消息 我刚刚从办公室录过 猜我听到了什么 什么 什么呀 主编说非常喜欢咱们的栏目 说等这些杂志上市了呀 醒咱们全所喝咖啡 真的 真的真的 喂 美美丽 喂 小三仔 你们家以前是不是经常做螃蟹啊 我爸爱吃啊 那这螃蟹是不是就放在锅上这样蒸 这螃蟹 螃蟹 这螃蟹 这螃蟹爬出来怎么办 螃蟹怎么会跑啊 你 你不会是把绳子解开了吧 美美丽 你不是最讨厌吃螃蟹吗 螃蟹喜欢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把螃蟹了啊 螃蟹你都忙一天了 还是我来吧 随时我反正 小心 潇洪 你他叫我吗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美丽 我回来 那我们天天吃的正餐啊 可就不能大意了 大家看 这个呢 是我们的记者 从中国营养学会拿到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以及平衡膳食指南 你回来了 我给你做螃蟹 蟹养学会儿 明蟹 你我们的工作人员 你怎么能够验呢 我现在是原谅生假的 我也不想够做的 我现在想够自己的工作一样 就是一日快的月 嗯 你要请问预定吗 我有朋友在里面 你要里面请啊 现在你好 要点点什么 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黑胡椒牛排吧 两份黑胡椒牛排 好的 现在请稍等啊 谢谢 好熟悉啊 是天黑黑嘛 是否承认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或怀念你简单却美好的小幸福 我是不是又唱跑调了 还记得当年孝庆吗 你总是想临阵脱逃 但其实也没那么差对不对 还好那时候蓝天也带着我唱 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呀 跟同事一起来过 喜欢吗 挺不错的 喜欢的话以后我们经常来 阿泽 我之后可能会很忙 没有时间经常出来吃饭了 是没有时间吃饭啊 还是没有时间跟我吃饭啊 阿泽 灿灿 稍等我一下 你好 那你借我用下钢琴吗 好的 谢谢 很久没谈了 请不要介意 很久没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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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和天也在小树林被抓 当时拼命地捂住了脸 怎么也不想让人看见 后来你和天也当众告白 分课的时候 特地的跑过来问我天也选什么 我一直都以为 你喜欢的是天也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 后来我知道我们听同样的歌 看着同样的书 不知道我们曾经多少次擦肩而过 直到看到那份情书 我还以为我还有机会 其实 当时我就错过了你 当我知道你已经属于别人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有一部时光机 能够让我们回到过去 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 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 既然无法回到过去 那就只能接受现实 接受命运 也接受自己的选择 阿蘇 阿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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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您的幸福 在你孤独 难过 无助的时候 至少有这个礼物 能够代替我陪着你 我们将会 也只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你就收下这个礼物吧 就当是 是 弥补我曾经错过的遗憾 谢谢你 阿蘇 但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她应该属于那个 能陪你走完一生的女孩 希望你能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应该吃了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 你也不想吃了 我没想吃了 你很想吃的 你也不想吃吧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 我宝宝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你 没想吃的 你不想吃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及了 演唱会 真的 去去去 必须去 不去不是 你快点把网址发给我 我现在去抢票 挂了 美美丽 你说演唱会我穿什么呀 你又不上台 穿什么都行 这次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都错过两次了 你什么意思啊 不打算跟我一起去啊 有情况 那个谁 蓝天野邀请我 他是准备把你追回来啊 大概吧 那你准备跟他重新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已经分开太久了 你害怕了 老实说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蓝天野到底哪点好 不过 你的心不会骗你 所以跟着感觉走啊 魏美丽 你怎么了 最近人生感悟特别多啊 唐欣逸跟我求婚了 真的 那我要当童话伴娘 非你莫属 不过 不过最近我总是睡不好 我在想定什么日子 请牵谁 还有就是那个 婚纱穿什么款式的 你知道吗 别笑我啊 我连宝宝小明都取好了 真的假的 你这想得也太阳了 不言不言 你说演唱会我穿校服怎么样 又青春又活力 还能装马嫩 我叫蓝天野说去 天野 你怎么了 没事 胃病烦了 吃点药就好了 你吃用全蓝还要带你去医院吧